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补军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聊过很多地狱中的人物 比如赫赫有名的石殿阎罗 家喻户晓的鬼柴黑白无常 而在众多地狱人物中有一位大能极为特殊 他并非地狱中的职员 但他的实力和背景就连石殿阎罗都得乖乖听他的话 他曾发下誓言地狱不空是不成佛 他就是地狱王菩萨 那么发下如此宏愿的地狱王菩萨到底从何而来 又为何发下如此宏愿 为什么很多人说他的愿力是所有菩萨中的第一 今天我们来聊聊地狱王菩萨的故事 信奉佛法的朋友都知道 在佛教中有四位菩萨最为出名 他们分别是大智文书菩萨 大悲观音菩萨 大行普贤菩萨 以及大愿地藏菩萨 那什么是菩萨呢 在古印度语中 菩萨也就是菩提萨朵的简称 翻译过来就是以至上求无上菩提 以悲下化众生 将于未来证得佛果的大修行者 或者指那些发下大心愿的 也就是说菩萨本可以成佛 但世人皆苦 为解救众生 他们发下宏愿 以化身的方式来到人间 传播佛法 普渡众生 以地藏王菩萨为例 他曾立下宏愿 唯有度尽众生才会去证得菩提 什么时候地狱空了 他什么时候成佛 由于人们对菩萨信仰的盛行 道场应运而生 他本是佛教用语 指佛祖或菩萨说法的场所 四位菩萨各有各的道场 而地藏王菩萨的道场就在九华山 九华山原名九子山 唐朝时期实现李白与好友共有九子山 并留下名句 苗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 自此九子山更名为九华山 并在之后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 关于这一点里面还有个小故事 相传九华山本是一位叫敏公的人的私有地盘 此人乐善好时常常在家开设宅会 不识四方的僧众 还特别相信地藏菩萨 有一天 一位苦行僧来到九华山 见敏公如此和善 于是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希望敏公能留给他一块地作为弃神之所 而他所要不多 袈裟覆盖之地便是他今后的住处 敏公也不是绿色之人 毕竟一块袈裟能占多少地方 于是想爱没想就答应了 没想到袈裟腾空而起越变越大 竟将九华山大大小小的山峰尽数改住 敏公这才知道自己遇到了神人 他当即把整个九华山都送给了苦行僧 又让儿子拜其为师 而他在处理好世俗事物后 拜自己儿子为师 常伴僧人左右 这位苦行僧就是之后的地藏王菩萨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立下大宏愿的地藏王菩萨到底从何而来呢 为何要立下如此沉重的事业 相传在释迦牟尼弗涅槃1500年后 地藏王菩萨下凡转世投生 成为了新罗国王子金桥爵 当时正是唐朝佛教圣行的时候 作为其附属国的新罗自然对佛法颇为推崇 很多王室成员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而金桥爵天生就与佛有缘 开元年间他远渡重阳来到安徽清阳 在九华山上修行佛法 据说在他入定时四周隐隐会出现动用刑具的声音 又或者是鬼魂的哀嚎声 当有人问起时 他就会说起地藏王菩萨曾发下的宏愿 于是有人认为 金桥爵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之一 其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引人向善 这里需要提一下地藏这个名字 在地藏十轮经中 它有安忍不动如大地 净律深密如密藏的意思 大概意思就是说 地藏王菩萨长时间处于深思熟虑之中 就像是大地一样包容万物 度化众生 所以名为地藏 另外一点是说地藏王菩萨是佛教地狱 幽冥教的教主 其地位比十殿阎罗还要高 或许这就是人们称其为地藏王菩萨的原因 而他之所以发下宏愿 据说跟孝子有关 相传地藏王菩萨有一世是婆罗门女子 其母生前不信佛法 看见有人信佛 她还会上前嘲笑 而婆罗门女则截然不同 她本身对佛法极为推崇 又了解到母亲的种种行为 死后必定会堕入地狱 忍受刑罚之苦 于是她变卖家宅 用意供养佛寺 希望母亲之后能少受些罪 地藏王菩萨还有一世名为光木 这个说法蓝本仍是旧母 不过同样是旧母光木的故事 要比婆罗门女旧母名声大得多 在这一世中 她的母亲倾提夫人家中 十分富裕 但是这个母亲既利色又贪婪 她经常趁光木外出时宰杀牲畜 尤其喜爱吃鱼 她还命令手下为她捕食鱼子 为此犯下了杀生之罪 此后自然入了地狱恶轨道 深受折磨 而光木是个孝女又深得佛法 在她成道之后通过神通 看见母亲在受各种刑罚 于是偷偷用神通之力将人间的饭食送给母亲吃 但可惜的是 人间的饭食刚进入地狱 就化成了火炭 光木无计可食心中感到万分悲哀 于是跑到寺庙不断祈求佛祖饶恕母亲的罪念 就在这时 佛祖显灵 他告诉光木 可以在7月15号进行鱼兰盆会 借助十方僧众的力量让你母亲吃饱 于是光木依照佛祖所说设立了鱼兰盆会 母亲才得以吃饱转入人世 获得解脱 后来我们也就有了7月15的鱼兰盆节 以及供养十方僧众 以超度亡人的佛教典故 值得一提的是 当地藏王菩萨最后一次转世来到地狱后 看见里面皆是大奸大恶之人 此后还要饱受折磨 于是立下宏愿 他愿长留在地狱 度化众生 等到地狱空荡的那一天 他才会证得佛果 那么地藏王菩萨是如何成就其立下誓言 为何有如此大的愿力 成为众多菩萨中的愿力第一呢 我们之前说过所谓菩萨指的是那些功德深厚 他早就拥有成佛资格 却始终没有成佛的修者 比如说地藏王菩萨他本是新罗的王子金乔爵 因为最新佛法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去 他的母亲四儿心切于是也跟着来到了九华山 并留下来陪伴在儿子身边 有一天金乔爵对母亲说 华城寺的广场上有一口井 这井十分神奇 能助人免受地狱之苦 直接前往极乐世界 母亲对此很感兴趣 一天傍晚 他就悄悄来到井边游玩 竟看到金乔爵在井底讲法 但他过来之前明明看到金乔爵在池边做晚客 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且井下游水 人又如何在其中安然无恙 为了一探究竟 母亲直接跳了下去 旁边的人急忙去捞 却怎么也捞不到 进阶着 西边天空突然烟雾丛生 且其中出现了金乔爵母亲的身影 众人才明白 这是地藏王菩萨借助法力超度母亲升天 而我们可以看到 地藏王菩萨的成就皆与孝道有关 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 他曾有四次本愿 在很久以前地藏王菩萨投生成 一位大长者的儿子 当时有位名号叫狮子的佛陀 他见到这位佛陀后 心生向往 于是询问狮子如何才能证得此身 狮子就告诉他 只有使受苦的众生超脱 就能证得佛身相 于是地藏菩萨发下宏愿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 他会用各种方法帮助六道众生 摆脱苦难 这是他第一次立世 第二次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地藏菩萨投生成 婆罗门女 为使母亲超脱 他立下誓言 生生世世都要普度众生 地藏菩萨的第三世 则是一位国王 他与邻国国王是好朋友 有一次两人在参佛时 各自许下愿望 邻国国王希望早日成佛 而地藏菩萨则希望 所有百姓解脱苦难后再成佛 他的第四次转世 则是光木女 同样是为了母亲 以及众多受苦受难的人 他发下宏大愿望 帮助众生解脱 也许正是因为这四次轮回转世 他所有宏愿都是为了解救众生 让众生脱离苦海 也许是因为他的每次转世 都具备着儿女对父母坚定不移的孝心 这才让他在六界之中 获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这才是成为众多菩萨中 愿力第一的原因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